選管會會在今天發表更新之後的區議會選舉活動指引 相對於2019年9月發布的指引 新指引的主要修訂是有80項 因應今次的區議會一般選舉 是會採用電子選民登記冊系統發出選票 所以在投票開始之前 工作人員需要多些時間去檢視有關的設備 作最後的檢查 因此參考了2021年立法會換屆選舉的安排 今次區議會地方選區的一般投票站的投票時間 將設定為上午8時半 到晚上10點半 即是一共14個小時 跟上一次換屆的區議會選舉 我們是短了一個小時的 我們不是由7點半開始 是由8點半開始 至於地位會界別的選舉 由於選民的人數只有2500名 大約18區地位會投票時間 將設定為上午8點30分 到下午2點30分 一共6個小時 提交選舉廣告文本和相關資料 有一個新的安排 今次我們的指引在放寬了要求候選人提交選舉廣告 和支持同意書的限期 由以往一個工作天內 是放寬至三個工作天內 以便候選人和他們的團隊進行競選活動 選管會會密切留意這個新安排的成效 並適時作出檢討 如果發現有人濫用這個放寬或者寬面 我們不排除以後收緊提交的期限 經收定之後的最高開支限額 在區議會的地位會界別選舉中 最高開支限額是10萬元 而區議會地方選舉的選舉開支 最高的限額也是提高 因為選舉大了 由512,400元至951,600元 視乎地方選舉的大小議定 為了進一步提醒候選人 必須注意和遵守重要的選舉法例 和指引的規定和要求 選舉事務處已經在我們2023年 區議會的一般選舉網站上 上載一份叫做競選須知的文件 特別是提醒候選人 一些過往選舉中較多出現的問題的地方 例如在提交候選人的提名 發布選舉廣告 或者提交選舉申報書等的有關規定 以及期限的